软石榴 欢迎咱直播间所有家人们来到直播间 欢迎你们 来来到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 咱们把这个小红星往上面点点一下 感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感谢小颜 感谢香 感谢回目一笑 欢迎咱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 感谢你们来到小董直播间 来来到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 咱们能不能把这个小红星往上面点点一下 谢谢大家 今天我没有看直播 就是我听那个粉丝说 我听粉丝说 有一个人说我去找了吴之墨 是不是 是不是家人们 我不知道你们看了直播没有 就有一个粉丝过来跟我这么说 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 这个事情是不是真实的 感谢何家幸福 感谢 欢迎咱们这边所有家人们 欢迎你们来到小董的直播间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 小董有没有像健身教练家人吗 有没有像那种健身教练啊 欢迎我的每个家人 感谢你们来到直播间 来来到直播间的家人们 咱们直播间 是易仙东直播间说的啊 我听那个粉丝说也是这样子的啊 就是易仙东说我今天过去找他了 而且找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找他的目的是 让吴之墨回到我的身边 欢迎啊 欢迎咱直播间所有家人们 真的 现在我以为啊 易仙东他该消停了 没想到他还这么跳 啊 这是我没想到的 家人们啊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啊 天大的笑话 对呀 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哎 你们觉得我应不应该去找吴之墨呢 来 咱直播间 家人们 你们觉得我应不应该去找吴之墨 刮袜子 刮袜子是麻人的哦 不要在直播间那条软锁 谢谢啊 欢迎来到直播间 感谢独立 谢谢来到直播间 啊 你说吴之墨 他在背后 是吧 啊 跟易仙东一起 一唱一和的 搞了我这么多 我还要去找吴之墨 你们觉得我要不要放下这个脸 然后去找吴之墨呢 啊 你们觉得我应不应该放下这个脸 去找吴之墨 你们觉得有必要吗 啊 你们觉得有必要吗 所以说你们你们发现没有 易仙东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会带节奏的一个人 他说我陈晓东 想要去找吴之墨 然后去求他了 我的天哪 我再怎么样 我也轮不到去求别人吗 是不是 对不对 我也轮不到去求别人 但是我真的 我觉得我应该去找吴之墨 家人们你们觉得呢 毕竟我以前跟吴之墨合作了这么久 是吧 那再怎么说 大家也是朋友 我就应该去找吴之墨 我去找吴之墨 就有几个几个问题想问他 我就有几个问题想去问他 你们觉得我这几个问题 能不能问 啊 你们想不想听小冬说 小冬想问什么 你们想不想知道啊 小冬想问什么 你们知不知道 你去也没有用不一定啊 说不定还真的有用呢 是不是 说不定还真的有用 呃 有一次 吴之墨他不是问了我一句话吗 他说 小冬你喜欢过我吗 对吧 然后那天晚上我 那天晚上说实话 我也 我也问了 就是我也问了他一句 那我说你喜欢过我吗 我也问了他一句 但是他没有正面的回答我 所以说呢 我想去找吴之墨 然后问 问一下 我说 以前我们俩一起合作的时候 你有喜欢过我吗 你们觉得这句话 我可以去问吗 啊 你们觉得这句话 我可以去问吗 欢迎成开心来到这部间啊 啊 你们觉得我可以去问吗 不可以是吧 好 那既然不可以的情况下 今天一线东说了 说我去求他了 然后去 呃 让我 就是求他 然后去见吴之墨 那你们觉得这个东西 一线东说的可不可信呢 你们觉得 我有没有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出来呢 啊 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出来 我会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出来 感谢崔阿姨送来的那个眼镜 来咱这边说这样吧 眼镜走一波啊 眼镜走一波 对啊 但是呢 但是呢 怎么说呢 一线东这个人吧 什么样什么样的人跟着他 都会变成一个坏人 真的 你看以前跟着我的每一个人多好 自从跟了一线东之后 所有人都变了一个模样 所以说这个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就是 有其父必有棋子 有这样的老板 必有这样的员工 你们觉得这句话小冬说的有没有道理 欢迎啊 欢迎咱们这个 欢迎咱们这个易总来到小冬的直播间 欢迎你啊 呃 今天怎么有空我来我直播间里面逛一下呀 啊 今天怎么有空我来我直播间逛一下呀 我看到一种很搞笑的一个东西是什么 他在那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 说一大堆啊 说陈小冬要去找乌之墨了啊 过来求我 然后去找乌之墨了 哎 人气一上来 他就在那里卖纸知道吗 他卖的是这个纸家人吗 对不对 他卖的是这个纸 哎 人气一上来 他就在那里噼里啪啦的卖纸 你们觉得他会不会是那种 借着小冬啊 去找乌之墨的这个名义 然后在直播间里面炒啊 把人气炒出来了 然后就给你们卖货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有没有这种可能 因为你们也知道现在一仙东吧 他的公司快开不下去了 是吧 股东也跑了啊 现在很多商家也不愿意跟他合作了 你看现在这个 这个纸巾啊 之前是那个一仙东他谈的一个商家啊 跟他合作的 人家现在跑到我这里来了 你们知道吧 所以说人家现在公司混不下去了 公司快要倒闭了 知道不 所以说人家在直播间里面炒炒作 把人气炒上来 卖点货 那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是不是家人吗 小东说了有没有道理 来 觉得小东说了有道理的 全部给我打一个有道理 是吧 你看 什么时候都不卖 人气低的时候不卖 是吧 平常也不卖 唯独就是拿我做话题 人气高的时候 直接卖货 我记得这个纸 以前乌中卖过 乌中卖的是多少钱了 啊 我记得了 乌中卖的是 二十七块九 二十七块九这么一箱 是吧 乌中卖的是二十七块九这么一箱 现在人家老板 愿意跟我们合作知道吧 只要我完成这个单量 人家老板接下来 就要跟我签合同 就要跟我合作 所以说 易总你拿什么过来跟我动呢 我真的不想笑 我现在是 我现在是 你假装很搞笑 你知道吗 好呀 谢谢 谢谢好吉祥 感谢关注主播 叫二马 哎 你们有没有听说啊 现在那个一行动的公司 在走下坡落 人家那个股东 也不愿意跟他合作了 然后他的很多 那个之前合作的商品 以及商家 都不愿意跟他合作了 跑到别人 跑到别人那里 跟别人合作去了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啊 啊 我还听说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呃 呃 乌珠默不是在 呃 易总那里上班吗 听说都没有钱 给那个乌珠默发工资了 然后现在乌珠默都 没有在那个公司里面上班啊 就是都没有在那里了 你们最近有没有看到 乌珠默去那个 易总那里直播呀 啊 有没有看到 我听说乌珠默都不去他那里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做人不能这样 不是做人就能这样 我做人这样子又能怎么样呢 对不对 别人怎么对我 我就怎么对别人 以前我 我也没有对别人怎么样过呀 但是别人一直针对我呀 别人就觉得 我人上被人起 马上被人起 觉得我好说话 好欺负 是吧 但你现在怎么说呢 风水轮流转 哎 你现在你在欺负我 试一下呢 啊 对不对 家人吗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你乌珠默和易总 在直播间里面一唱一鹤的 在直播间里面骂我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的今天呢 我曾经我跟乌珠默说过一句话 是吧 我在乌珠默 我不是跟乌珠默说的 我说 我在直播间里面说的 我说了一句 我说 我能让你成为一个主播 让你成为一个百万粉丝的一个主播 那我也能让你一无所有 我能让你站起来 那我也 我也能让你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 你看这段时间你们发现没有 所有惹我的 啊 所有在背后骂我的 哪一个还敢嚣张 你不管是易仙东也好 乌珠默也好 还有那个什么王妃也好 他们现在还在还还敢在背后说我几句吗 现在都不敢直播了 你们发现没有吗 乌珠默不敢直播了 王妃不敢直播了 就今天一千多拿着我在那里 拿着我在那里直播间里面说啊 说几句 然后卖货 不就是这样子的吗 是吧 不要觉得每一个啊 不要觉得每一个善良的人都好欺负 每一个人都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你把一个人了 你把一个老实人逼急了 我说这个老实人比坏人还要坏 知道吗 因为你已经把他逼得无路可走了 来你一千多你现在再敢在我直播间里面说句话吗 啊 你以为你的公司还像以前的那个公司呀 啊 我跟你说你牛逼不了了 知道吧 你牛逼不了多久了 你牛逼不了多久 是不是家人吗 来 敢跟我玩的 你们随时都可以过来玩 随时都可以过来跟我玩 不管是拿我在直播间里面当话题 呃 做内容也好 还是现实中也好 还是声音上也好 是吧 商战 无所谓 我陪你们 我奉陪到底 做生意是怎么做的呢 又以诚信为本 是吧 而你一千多呢 你的生意是怎么做的吗 啊 拿着合同去 要险别人 哈哈 还是说 还是说 拿着别人做话题 在直播间里面 卖点货 挣你钱 嗯 哦 还就是那个 一千多他不是在 追那个什么小龙女吗 追到没有龙 啊 这到底是啥关系啊 现在 啊 我没有说乌之末没有良心 乌之末这个人吧 我可以评价一下乌之末 以前我认识乌之末的时候 乌之末这个人呢 我觉得挺好的 说实话 啊 以前我觉得乌之末跟我刚合作的时候 那时候挺好的 真的非常的好 就那种 人见人爱的那种吧 就是很多粉丝 看了我的作品之后 大家都会喜欢上乌之末 大家都觉得 哇 这个女孩是吧 农村里面出来的 没有读过书 朴实 是善良 啊 还很懂事 成熟 而现在 而现在 又有几个人 支持乌之末呢 又有几个人 支持 义总 义老板呢 义老板 现在说白了 这个黑系老板的 这个帽子 你是摘不掉了的 啊 摘不掉了 是吧 啊 乌之末呢 怎么说呢 毕竟合作了这么久 如果 是吧 一线东给你 发不起工资了 你可以过来找我 我把工资给你发起走 你来我这边公司上班 你们觉得可不可以 毕竟朋友一场 毕竟合作朋友 合作伙伴一场 你们觉得我 义不应该去收留 乌之末 啊 我觉得做人吧 不能把一个人逼得太死 你做错一次事 我可以 我可以原谅你一次 但是你做错第二次 我也不可能再原谅你了 如果你确实在一千多那里混不下去了 人家公司快要垮私了 啊 然后给你发不起工资 你混不起走了 你来我们公司 是吧 我们公司有很多岗位 现在都都是空缺的 说实话 我们公司很多岗位都是空缺的 你可以来我们的公司 一线东欠你的那个工资没给你发的 我 陈晓东照样可以给你发 我诚挚的邀请你来我们公司里面上班 我们公司有很多很多职务 就是那个职位啊 适合你上班 真的 有很多很多的那个职位适合乌智莫上班 所以说 我诚挚的邀请 乌智莫来到我们公司里面上班 我也希望乌智莫他能 回到我们公司里面来上班 我看看他选择一线东 是对的 还是选择我是对的 我相信现在你们再去问乌智莫的话 乌智莫 他能很快的给你们回答出来这个问题 是吧 人吧 失败 失败一次 但不一定失败一辈子 你们觉得呢 啊 我去接他 我去接他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候吧 我觉得 乌智莫他更需要我吧 我觉得 是吧 我现在有稳定的工作 稳定的收入 只不见有这么多的叔叔阿姨陪着我 是吧 你看我直播的时候 我还可以啊 吃点这个什么惠你的这个软石肉 哎 再来一点什么攀子花的芒果是吧 你看我这日子多羞洒呀 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说我只想让大家 真开心 你是真开心了 哈哈 都在哪里想啊 所以说我只是想让什么 我想让别人认清自己 认清大小王 谁是大王 谁是小王 大王 别觉得自己吃膀硬了 就能展翅高飞了 对不对 是吧 不管在不管干什么工作也好 社会上也好 不管做什么事情 一定要认清楚谁是大王 谁是小王 大王 他有一时的时候 他有可能比大王大 为什么呢 因为大王那个时候还没有出手 但是等到这个大王出手的时候 小王 永远抵不过大王 对不对 佳儿吧 所以说在这么久时间以来 就是我那个公司开不下去 直到今天为止 我觉得吧 在这么长的时间以来 应该有也有一年了吧 是吧 佳儿妈 也足够让别人认清 谁是大小王了 我相信现在后悔的 不仅是只有那么一个人 我相信易仙东 他也在后悔 是不是 你看 说白了 我陈晓冬确实有一段时间 确实混得不咋心 对吧 是不是家人吗 但是你们发现没有 离开我身边的哪个人 现在过得比我更好 过得比以前更好 嗯 他们以前跟着我 我可以教他们直播 卖货 挣钱 玩互联网 是吧 而他们觉得他们在我这里学到了 会了 他们走了 如今他们混成什么样子呢 你互联网都玩不下去了 对不对 佳儿妈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吗 啊 你们等我一下 我 我再给你们一个惊喜 你们等我一下 只不见四千个人 你们先别走 我从来就没有逼过任何人 而是所有人 而是有很多人 所有人 都在逼我 对不对 佳儿妈 是不是 是不是 网友逼过谁吗